俄國穿機到錫隊 今天晚上在南韓的高齒巨蛋 要進行海外賽的第二站了 原本焦點應該是大股翔平 沒錯 結果現在卻因為 他的翻譯 全員一瓶被爆出涉及違法賭博 全部扁掉 南韓首爾高齒巨蛋的售票 停門口排起長長人榮 場面熱鬧非凡 他們都是等不及 想一睹美國職棒大聯盟海外賽 直擊現場 不只有韓國媒體高規格轉播 美國球迷也跨海追隨 現場也有好多是日本球迷 引頸期盼都是為了想看大股翔平 不只有人高舉大股翔平 跟妻子的堅飲海報 也有日本網紅模仿大股翔平 就連臺灣大衛王網紅千千 也來共襄勝舉 但就在比賽日 爆出了翻譯水源一瓶的爭議 球迷也擔心會影響大股的心情 身上之前球衣 就是大股翔平在日職火腿隊時期的球衣 而他和他的翻譯水源一瓶 兩人也是從火腿隊時期 就已經相識了 兩人的緣分 可說是已經有十年以上之久 大股翔平現在捲入了千堵風波也讓這場在首爾的海外開幕賽 焦點整個被轉移了 不過相信所有的球迷也會持續為大股翔平來加油 大股翔平選手 決定 好 以上就是記者張晨諺在韓國首爾的採訪報導 大股翔平選手 絲維選手 大股翔平選手 が被穿障礙 の皆所屬 athletic力 大股翔平選手 難以為佳能願作出